那你没有看到 小方给我做的新造型 我没有让你睡过了 能不能快点睡过 我还有好多话没有问你讲 我们连还有好多事情都没有做 别把我一个人一跳在这儿 不互相 都走吧 都离开这儿 别再来打叫我的天宇 在天宇没有醒过来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这儿 沈小姐 你不要都算禁止 叫你进来已经很不错了 他姐 你先出去 天宇 我会在外面守着你 一直等到你醒过来为止 你听得见吗 怎样 赶索 乔董 我想问你一下 这个是天宇哥的笑的时候吗 是啊 我根本就真是看你子 怎么 我知道了 这些都是我的错 文静 千万别那么说 这跟你一点关于都没有 你改变了语歌 你没有发现他比让他快乐得很多 而且要不是因为你 小光也不会实践自己的梦想 要怪就怪那个丁俊 都是他在后台捣的鬼 丁俊 什么意思啊 其实当时我路过后台的时候 我看到有人在那偷偷摸摸的 他戴了个帽子 我没有看清楚他的脸 但是从体经看他一看就是丁俊 我都怪我 我当时为什么就没起个疑心呢 我们一定能找丁俊的案子 我现在特希望 他的男人是我 如果能用我的命 还他们俩醒过来就好了 小胖一定会醒过来 天悦一定会没事 我还给你 赶紧给我 干嘛呢 不可以踢我弟弟 干嘛呢 把我弟弟的东西还给我 你叫什么 他是小达 我是小雨 你叫小雨啊 告诉我 你会什么呀 我会废湿 还会算数 下围体 才认到游泳 你会这么多呢 那还会什么 告诉我 有腿 会如腿呀 来 试试看 你以为我是因为这个生机吗 是吗 那我错了 这我是因为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我是因为你 因为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弟 我的兄弟 我的好朋友 我的知己 不好意思 这里是贵宾病房 真的不能进 我知道这是贵宾病房 我要进的就是贵宾病房 不好意思 真的不能进 我 护士休息 这个是我朋友 那我来处理 您先忙您的 好吧 谢谢啊 没得让你出来接我呀 你干吗呀 我来见天宇哥跟呀 天宇哥现在还在昏迷阶段 任何外人都不能看呢 木头 我是外人吗 我是他外人 你小声点 天宇哥手上这件事 现在还不能传出去 传出去会惹来更多的事 我 你公主任务 有很多记者跟着你 你把记者惹来怎么办 万一这事是传出去怎么办 你赶紧走吧 快去 我答应你 要天宇哥醒来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赶紧去吧 吃饭 苏珊 美术终于找着你了 你得帮帮我们呀 替小傅做个证 弄坏舞台吊灯的真凶 真不是他 不好意思 黎叔 黎叔 这个证我可真的做不了 这事到底怎么回事 我自己都没弄清楚呢 你不能这么说话呀 小傅你真是帮你做事的 他也是为了你才被抓进去的呀 不是 黎叔 我觉得吧 这里头咱们有一点点小误会 小傅被抓进去这事 他真的跟我没有关系的 不是 再说了 那不是我说你啊 黎叔 你平时也该管教管教他吧 您看他那穿着打扮 张嘴闭嘴都是我兄弟我兄弟的 那不就是个小混混吗 他这样 那被抓进去 还不是迟早的事啊 不是 还 我 我说 老脸 叔叔 帅哥 这这吵吵什么呢 这什么地方 又对着个小姑娘忙你的去 是 叔叔 上车 叔叔 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我妈妈说 帅我出国去避避风头 算啥 这是好事 你是应该出去避避风头 叔叔 千语哥他刚醒 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走得开呢 叔叔啊 你听伯伯说 你要是不走 警察就会来抓你 他为什么要抓我呀 这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小傅自己自作聪明 自作主张的 莎莎啊 我得提醒你 这个事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让记者媒体给盯上了 这事就大了 叔叔啊 那 你还能不能这样 我谁都不告诉我 我悄悄的 我就在 您家里头躲几天 真的 我 我 我先观察一下 如果说我发现事情闹大了 真的不可收拾了 那会儿我再走不行吗 不行 白白不是不想答应你 就目前 不行 乔伯伯 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的心呢 我留在这儿 还不是因为我担心天宇哥哥吗 其实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也知道我应该先离开一下的 留在这儿 除了伤心的回忆 就是不看若母的现实 好孩子 不伤心啊 不伤心 白白认为啊 这个决定你妈妈是对的 在这个关键时候 先出去躲一躲 等没事了再回来 来拜拜家 好不好 如果连叔叔都这么说的话 那我只有先出去躲一躲了 叔叔 那如果天宇哥这边有了任何的消息 你千万记得通知我 放心 放心 天宇有任何的事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 乖孩子 来 走 怎么样了 二叔他们都回去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可以 进去跟他道个别吧 进去跟他道个别吧 什么意思啊 乔总 乔总 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是否 没问题吧 你到底是不是有了 快脸吧 你会想 我来吹子 你去找你 你去找你找你找你 我来吹子 你去找你找你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夜夜掀满我胸口 却终不想你给到温柔 Oh my dream 我回来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好帅 I mi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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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跟我走 小时候真帅 过来 过来 快点 过来 过来 不要你再谢谢你 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再也不会了 是吗 是吗 是吧 天平 是爸 是 孩子 爸 叔 孩子 郭 我在哪儿 你终于醒了 你这是在医院哪儿 去了一趟 地狱 但是没买门票 他不压我 臭小子 都这样了 还说小话呢 先天先天 你注意醒过来了 你爸可都急死了 急死我了 你怎么回去了呢 你怎么回事 天宇 二叔 天宇 你醒了 你都快吓死我们了 知道吗 回家吧 我这两天就没事了 然后马上就出院了 看见黑眼圈 快休息 行 爸就先回去了 好 回家吧 地狱 那就好好照顾天宇 放心吧二叔 记住了 任何人不许来打架 放心吧二叔 拜拜 拜拜 咱们再来说 放心吧 没事 那沈安呢 他怎么了 你都这样了 还想着人家呢 他没事 他是不是受伤了 他没事 就在外面呢 要不是因为二叔 他早就进来了 他在外面 他很着急吗 当然了 都快疾风了 我好幸福 要不然我叫他进来 来 干吗 你干吗 重死我 我担心 不行 玩一下 好玩 但 他 人家幽默感也没有了 好 求你了 打 打 打 得 手 我们是 我拥有 你 我拥有 你 大了 我拥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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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拥有 你 你 你 山哥 今天心情不错呀 我儿子好了 我能不高兴吗 咱们天宇啊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那个麦克怎么样了 合同签完了 就没消息了 真让我扫兴 这个混账王八蛋的 麦克 真是灯背着上领 对了 你那个小腹怎么样了 我去这趟刑警队 好话都说尽了 人家就是不肯保释 稍微算你们待两天吧 我之所以 大阿异这么快地赶回来 就是为了躲那个麦克远一点 再就是 为了你的小腹 不用着急 我不会做什么完蛋 山哥 因为您这句话 我心里就踏实了 天宇 真是谢天谢地 还好你没事 你不知道 这次你出事 可是把我给吓坏了 我呀 当初真不应该让你先走 是吗 我还以为你 特别希望我去死 怎么会呢 我知道 你也是为了我好 不过 乔董已经把我把合同签好了 快点吧 以后啊 咱们也算是 算是同仁了 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开口 谢谢你 不客气 应该的 那 那我先不打扰吧 我还有事先走了 拜拜 来 他什么意思啊 这个家伙说来真的话长 就是他给自己挖了一个坟墓 然后跳进去 跳进去之后还特别开心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打算要不成性不成 那比成性差 但是没我走 我这个墙墙就是因为他 因为他 因为他 安哥 你看 你自己看 这个不用理他 这 这沈然到底是给天宇哥吃了什么迷回药了 怎么能去玩 不太多个迷的五魂三道呢 双双 放心吧 拜拜绝对不会允许天宇跟那个女人 叫他一块儿的 那个女人 怎么能跟珊珊相比呢 是不是啊 漂亮姑娘 她比不了 放心吧 那就我全部拜托给安哥了 放心吧 抱在拜拜身上 咱呢 不说那不愉快的事 上山啊 拜拜 本来今天打算去你们家 跟你妈妈说点事 既然你来了 拜拜就想跟你说说 安哥啊 这个事要是挺重要的呢 你还是别跟我说了 说了我也做不了主啊 不要你做主 不用你做主 只是啊 你给你妈妈 传达一下我的意思 这事你知道吧 洪州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 那场比赛彻底失败 给我们洪州集团 造成了机坏的影响 可问题出在哪儿了 就是因为 黎莎 工作能力差 她根本驾驭不了 洪州集团 这么大一个公司的运走 所以我想给你妈妈 谈一谈 能不能提前的 召开董事会 我们选出一个 更为合适的董事长 就这事啊 就这事啊 那这事我能做主啊 不 我觉得 安哥您就是 最合适的人选了 我妈不是要我出国吗 到时候我就跟她说 想让你出国 就必须得 选安哥我当这个董事长 珊珊 聪明啊 好 好 但是珊珊 初步 还是得初步 还是得赶紧走 哦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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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关我手机啊 丽莎 你已经忙了一天一休了 刚刚合眼 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这个负责人 怎么能睡得着呢 可这样你的身体 会吃不消的 没问题 我自己知道 喂 香丹 怎么了 什么 好 我马上过去 毕萨 二叔召集了所有股东 要召开临时股东会议 我还也摆得起宝贝 你只是在这个图 阿淑 您好像坐错位置了 有吗 我觉得我坐着挺舒服的 所以就顺便坐下 好吧 没事 你知道我的腿脚不方便 我就不给你上位了 你坐那儿吧 好 丽莎 我今天着急开这个会 主要是想正式通知你 我们股东认为啊 你对那个选秀现场的事故 负有不可退协的责任 所以 你暂时就不要 主持公司的工作了 我不管你 那公司交给谁来管 当然是我了 在这个危机关头 只有是我 还能有谁啊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心里也很厉害 作为这次大赛的最高指挥者 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我想大家心里都应该清楚 这次的事故是人为的突发事件 不管是谁在这个位置上 都是没有办法用房的 况且在我做代理董事长这段时间 为了重新树立公司的形象 我所做出的努力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到现在为止 九州熬游的用户量 已经突破一百万了 我觉得我有能力做下去 二叔 你就真的认为我做得比我好吗 不急 不着急 有啊 股市开盘的时候应该到了 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看一看 红州的股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开盘九街听盘的有一只科技股 那就是一直被各界所看好的 红州股份 下面我们请专家来为我们点评一下 刘教授请 我认为可能和昨天 红州期的出现的一万质物 和很难关心 李莎 看见了 这就是你给我们大家伙的回报吗 股票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是有所欲喊的 我已经通知了几大券商 今天到公司开会 想办法问朱骨架 管定股价 谈何容易 恐怕你只是 说给我们大家听听而已吧 不是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您就那么想做这个董事长的位子吗 我当然想得到 至于我 当上了董事长 我才能保证 红州集团 会剑派到别人的手中 李莎 不要演戏 二叔 什么演戏 什么剑派你什么意思啊 谁要剑派红州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我希望你真的是不明白 周董事长 这是我对红州的资产品 辛苦了 我认为这次美国那边给出的价格 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红州的资产 可以说现在抛出的话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知道您为什么一直推迟签约的时间 不是我不想签约 可惜啊 可惜什么 可惜我手里的筹码并不多 红州的股份 都掌握在股东的手里面 我跟他们说了也不用 您怎么就应该为自己多用一些股份啊 谈何人 这还不容易 我们可以找一个机会 暗中把股价降低 然后再收购过来 不就可以了 那么容易 乔丽莎的朋友不是和美国那边熟吗 我们可以 谁呀 请进 不过来 农兔 我 我都听见了 公司不能买 denn 九州熬游将这个公司带来非常可观的利益 而且由这个游戏平台延伸出来了利益架率是不可公量 现在卖红州等于是见卖的 你懂什么 我懂什么 像你这名中间人 都是无力不起早的动物 你怎么会关心 公司是否被建的 只要交易做成 你就有利可动 对不对 他才不关心 有多少员工 考虑公司而活 他怎么会了解 我们创立一个 游戏平台的新款 好了好了 宋总监 你先出去吧 你的话 我要好好考虑考虑 对了 今天的事情 绝对不要我外出 周董事长 这事要是 往外人知道的话 我们可就被动了 我们必须想办法 让他闭嘴 大家都知道 宋总监死得突然 怎么死的 大家都在猜测 小丽莎 平时你跟周董事长 几乎是行有努力 那么这里头 到底怎么回事 不想你勇敢清除了 这个视频你是怎么得到的 若上人不知 除非几乎唯 这片视频 有人放到我的家门口 已经很久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当然是为了公司 为了公司的股价 为了在座的董事 和全体员工的利益 如果我早就拿出来 洪州集团的国家 根本撑不住今天 到时候 不知道又合了谁的心意了 但是今天 我必须把它公布出来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利益 受到了威胁 在座的国家 在座的 只有知道了真心 才会有正常的办法 公司才有可能 走向正轨 现在我提议 撤销乔丽莎 代理董事长的职务 由我 担任代理董事长 在座的如果同意 我们举举手 好 看不见 大家都同意我的提议 你 你 你 从明天起 你就会用上班了 手头上的事 清理一下 交给田野就行了 慢着 我觉得 是的,乔先生已经新上任了戴董事长,但是CEO这个位子还应该是乔丽莎的,毕竟乔丽莎在公司里一直做得很出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 再说在公司这个关键时刻,临阵换帅会对我们公司的正常工作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我建议乔丽莎仍然做CEO的位置,同意的请举手。 谢谢。 姐,你来了? 赶紧坐,这挺着大肚子怪吓人的,慢点啊。 你坐吧,这样舒服吗? 怎么了,姐?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上面两个人是谁啊? 这什么报纸啊,这小安啊,你这宝贵工作做得挺好的呀。 不是姐,你听我跟你说,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力,我会是第一个知道的。结果这份报纸还是我跟妈在隔壁阿姨家看到的呢? 妈也知道。 妈也知道。 当然了。 那,妈现在人呢? 她去看晓芳了。 姐,晓芳这次受伤,都是因为我。 我刚刚也去看过晓芳。 这孩子挺可怜的。 真不知道是谁这么可惜,做这样的事情。 我知道是谁。 而且我一定会赚注她。 你还要撒合这件事啊? 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妈已经逼问杨明了。 非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杨明都不敢承认呢。 妈还说,要是找老汤,让你回报社工作。 什么时候? 当然是立刻马上,越快越好呗。 不是姐,我现在不能回去,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 而且真凶也没有抓到,就猜到你要这样说。 姐,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吗? 让她别忙活我的事,行吗? 你告诉我,怎么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这里面的事, 但我现在真的不能回去。 姐,你帮帮我,行吗? 知道了,我自有分寸,放心吧。 孟老,你帮我,要是否? 你帮我解释你,不过我那些。 你帮我来的事,你的船? 我怕你来的,你还是挺好的。 请你帮我来的说话,你帮我去。 Richard 早 早 Richard 你家老爷子来了 说让你上去 好 爸 这小子 嗯 我就知道 你不会老老实在家呆着 怎么样 伤口还疼吗 哦 嗨 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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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把伤口给挣开了 没事 您找我吧 什么事 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你谁拍的 拍得不错哦 这报纸很有前途嘛 能这么写 我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它写在上面了 我要再读一遍了 我 小子 儿子 你在家平常怎么玩 爸都不管你 可是这件事 你知道吗 差点半年 我们住集团CEO的位置都给丢了 本来这个位置 可是可以为你正确的 太好了 我正不想当那CEO 我就不是这块料 那莎姐做得多好啊 刚好说到莎姐 我爸我都说两句 黎叔 是不是八角兽 对莎姐特别不公平 您说句实话吧 公平 莎姐怎么了 你知道什么是公平 他把公司的股票搞成那样 我不能管吗 他准备贱卖公司 我能认认他胡作非为吗 爸 他不是这样的人 这一定是个误会 行了 看人这方面就用不得你来叫我呢 不是这意思吗 一看那个沈安 就不是什么好人 他明明答应过我的 不再去追击 你